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十招聚焦 十二号,在川普遭到起诉之后的一个星期 共和党内部以及民主党左派控制的民调查 展开了民调的战争 这种民调战争我觉得是显然一见 双方就像2016年2017年2015年大选 2020年大选是一样 民调已经变成了一种欺诈的手段 左右选民的一种手段 川普自己本身也被迫卷入其中 这是肯定的 在这种卷入其中的时候 在他的内部的民调 就是党派内部的民调相对还OK一点 但是在党派之间的对立 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可以说在可能共和党人本身 保守派人本身同样是以其人之道 环制其人之身 所以在观看民调的时候 我个人比较保守的看 真的比较保守 因为可信任的东西不多 但是随着一个在党内的系统当中 是可以的 所以我个人只是希望把它看成是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就是在现阶段 共和党内部的初选是肯定的 所以你要注重在共和党内部的初选 相对就比较准确 只能说相对 那民主党我们不去考虑 因为在民调的本身上 它的中心依然在川普身上 在川普身上 而在今天的左派的民调 包括媒体的民调 包括所谓的这个 我以为几乎的所谓的大的传媒 像路透啊美联啊 基本上都失去了 都在经受着道德的考验 非常非常明确经受道德的考验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但是呢 它又是一个现实存在东西 我们要尊重这种现实存在 因为它真正可能在影响着 相当一部分人选民们的选择 我们现在用这个呢 这是这个民调是保守派的 故意的保守派 后来更新的一种民意调查的东西 所以它真正进入推特呢 2021年就是美国大选之后 美国选举之后出现的这个故事啊 所以跟大家分享的这么一个民意调查 那刚刚它拿出来一个民意调查 川普领先拜登1% 他是借助一些其他的一些选民的 这个这个选就是调研公司的故事 他这里讲说是包括美国政府的和美国政府官员 跟经济层面的调查 而他主要调民调的基础是在川普遭到起诉之后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看到的川普领先 44%对43% 而在1月份他的民调呢 是拜登领先 拜登领先46%对42% 所以这是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那这个下面接着两个小时之前的 是共和党内部的一种对垒 他分成各个州的 在曼安 我不知道M1代表谁 就是一个州了 川普领先德桑迪斯41 在德州川普领先32% 在南卡领先21% 在犹他州吧 领先18% 在爱荷华领先15% 在佛罗里达领先8% 所以这是在主要的一些州的 选民调的过程 这是今天的 所以在他的面对面的对垒当中的 主要的民调是在党内 是对德桑迪斯 在党外是对拜登 是对拜登 马萨诸塞州应该是 川普59% 领先德桑迪斯18% 这个比重就非常大 59% 因为应该是不可比的 那彭斯10% 如果对垒的话 川普70% 德桑迪斯30% 领先40% 这就跟大家解释 在共和党内部 基本上川普就是 川普已经 已经 就是不可争持的一个 在南卡 川普41% 德桑迪斯20% 在科罗拉多 在科罗拉多 我就我搞不懂 他 他这可能是这个 地区的 是地区的 议会的 就是议员的选举 这个跟我们没关系 一天前 他走了一个 在共和党内部的一个 一个 时间更替的 1月2号 川普领先德桑迪斯 11个百分点 45% 2月25号 48% 领先18% 3月14号 川普52% 领先24% 9号 前天的 川普56% 领先德桑迪斯 33%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就是显而易见的 非常大的改变 这是同样可以看到 川普领先德桑迪斯 33% 在他内部的整个调查中 达到了最高点 这个川普也引用了 这一段故事 所以这是一个 很有趣很有趣的对比 在这种很有趣对比当中呢 那刚才在这个 纽约邮报刚刚刚登了一个 另外一个民意调查 他的民意调查就 就是加入了 左派的媒体 包括雅虎 包括路透社的一些调查 他也承认在共和党当中呢 川普的得票比数激增 所以跟我们跟大家分析的故事是一样 就是 以这样的方式 在共和党内部 将失去竞争者 川普失去竞争者 独占凹头 也就是 整个故事是这样 在跟民主党对垒当中 他可能大多取决于今天的独立选民 也就是无党派人士 而独立选民 面对今天的拜登的做法 是有一个正常的评价 因为太明确了 就太过分了 太明确了 当走到极致的时候 会把独立选民 以一种不公平的对待 他心里就会认为 胡来 对不对 当你胡来的时候 如果我又想投票的时候 我绝不投你 我为了绝不投你 而投川普 我不是喜欢川普 而是我拒绝你 很可能会出现这种场面 所以这里提到说 大陪审团之后 那川普呢 就提到了一些相关的指控 包括在民意调查当中 所展现的故事 扩大了对德桑迪斯 领先的这种距离 58%对21% 他也引用了 刚才我们看到 路透社跟伊普索之间的故事 而雅虎跟 应该是由Garman调查 发现共和党的领先 共和党内部 川普也是大幅度领先 大幅度增长 大幅度领先 但是在共和党的故事之下 在美国公众中不一样 他引用了ABC 那ABC是左派的媒体 而ABC评级他说 从一周前的55% 不利评级增长到61% 而对他的好评呢 从39%下降到25% 我个人不太认同 因为ABC呢 真不敢沟通 那个东西真不敢沟通 而对这个拜登的评级呢 说略有不利 略有下降 而4月1号到4月4号 另外一家评价说 川普的评分为51到44% 不利评级呢 与有在转向 而拜登没有太多变化 所以他是这么个说法 一个大学在3月15号公布的调查 对比了相应的内容 我以为如果3月15号的对比调查呢 他就本不应该拿出来 已经没有意义了 没有意义 对川普的评级 要取决于川普被起诉之后的 一个客观事实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他媒体报道当中 很简单的东西 但是他承认川普的起诉书 对川普的起诉 激发了整个选民当中的 议员 特别是共和党的议员 也就促使了川普的竞争者 在共和党内部的竞争者 无力发表意见 因为他没办法说话 无力发表意见 而在共和党的国会的川普的朋友 全力支持川普 所以就变成了 他说在川普在共和党境内 在共和党内部 没有任何反对者 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对手 就连德桑蒂斯都必须出面 来保护川普 所以这就是故事就变了 故事变了成为 川普是一个道德上的受害者 一个没有道德基础的 法律上的受害者 支持川普是支持道德 是一种道德的选择 而道德是作为保守派势力 必须要提到的 所以无论他怎么不喜欢川普 无论川普在实际的 所谓的技能上 可能如何的不如他 但他都没有选择 这就是摧毁共和党 本身在我眼睛里 摧毁共和党本身的故事 所展现的 至于说如何调查员 如何来演作 那是另外一回事 一名共和党的 叫做竞选者 对不起 民意调查的这么一个人物 只能说这么一个专家学者 在他的专家学者的 本身的评价当中的 最后一句话是这么写 最后的话是这么写 我们喜欢川普 喜欢他斗争的方式 但他是否如此妥协 以至于他甚至可能输给其他人 那我们不知道 这些东西基本 你看他这些东西基本就瞎掰了 我说瞎掰的意思 你要记住 川普永远不妥协 你共和党只能面临选择 当你共和党只能面临选择的时候 你任何的猜测 意愿 任何的智囊 都是个鼻瓶泡 没有意义了 你共和党只能面临选择